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以前有粉丝给我留言 说袁老师我跟你一样兴趣爱好 也是军迷 可惜我没打过仗 没赶上 太可惜了 就希望能亲身经历一次战争 上一回战场 立马横刀 当英雄 要不就运筹帷幄 当将军 多好 在这我得澄清一下 咱俩爱好不一样 我喜欢的是这个战争史 盔甲武器 喜欢战争片 也喜欢讲战争 但我从来不喜欢战争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大家可以品一品 要真的战争爆发了 我喜欢的这些玩意儿都全没了 谁听我讲战争史啊 哪看电影的呀 再说了 真上了前线 你怎么就知道你是当英雄的 不是那个还没看见敌人就挂了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你没上战场 你在后方真打起仗来 你的生活要受到巨大影响 最近这疫情 有人就说要实行战时管制 其实就现在这点事儿 跟真正的战时管制比 也根本就不算事儿 那真正的战时管制啥样 今儿就咱说说这个事儿 战时管制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一战时候的德国 一战以前世界上谁都没打过规模这么大的战争 最多打个一年半百 这仗就打完了 所以后方基本不会出现什么物资紧缺的情况 但一战不一样 规模空前前线几百万部队人吃马胃 就把后方给吃空了 英法这边还好半点 毕竟他们掌握海上交通 能从美洲甚至从亚洲运动下来 德国就惨了 制海权在英国那完全被封锁 久而久之国内就出现了物资紧缺 新鲜水果 高级酒 丝绸衣服 皮鞋 这几样是最先从商店里消失了 然后是鸡蛋 白面包 肉制品和猪油 到1916年 仗打了两年的时候 连土豆 面粉和煤炭都稀缺了 德国老百姓只能靠满井熬过冬天 这玩意儿以前是未牲口的 所以这个冬天就被称为满井之冬 为了解决问题 德国人没少想招 从煤里边提炼出糖精 用马肉做香肠 用纸做皮鞋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可惜 就是这样物资供给还是不足 最后德国只好宣布进入战时管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呢 就是实行粮食配给 每人每天粮食有定量 而且定量很低 根本就不够吃 战争最后两年 德国国内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 有85万 那老百姓饿成这样前线吃的好吗 也不咋地 举个例子说 德国公海舰队旗舰飞特列大地号的水冰食堂 每天每个人的菜单是400克黑面包 一点蛮径 一点干鱼和土豆皮汤 所以后来水冰就起义了 德国投降就是因为这个 你想想让你连续两年吃不饱 你受得了吗 谁觉得受得了 可以先按德国水冰这菜单 吃一个礼拜 你先试试 而且战食管制的食物配给 不光是粮食 方方面面都跑不了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哪样都不缺 咱还说吃 刚才说德国一战的时候被封锁 其实封锁他们的英国日子也没好到哪去 后来二战刚一开打没多久 英国老百姓就发现市场里买不了肉了 只能按照国家的定量分配来去领肉 一时之间是怨声载道 首相丘吉尔一听 说那我得体察一下民情啊 来个微服私访吧 就到了肉制品分配市场转了一圈 转完了一圈呢 丘吉尔跟别人说 说这物资还成啊 我看他们领的那肉我吃一天没问题啊 为啥不满意啊 是吧 然后人家就告诉首相 说大人这是人家一周的配额 丘吉尔太尴尬了 尴尬也没用 这还是刚开战 往后两年甭说肉 是吧 连午餐肉都没了 后来的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呢 当年写日记 那说四三年圣诞节啊 他有几个朋友来家玩 一狠心呢 就开了两罐午餐肉啊 这帮朋友也没客气 吃的是满面红光啊 满嘴流油 一个劲的感叹 今天这顿饭太丰盛 萨切尔夫人疼的呀 心疼的呀 是吧 那两罐午餐肉是他一个月的配额 是吧 有人说呢 那这个如果我自己有钱 领不着肉吃 我自己下馆子买肉吃 行不行 哎 您下馆子没问题 但想大吃一顿 没闷 而1940年英国就出台一项法令 规定餐馆禁止向顾客同时提供鱼和肉 也就是说呢 你去饭馆点了清蒸鲁鱼就不能再点红的羊肉 谁要是非得又吃鱼又吃肉 那被抓住了不但顾客自己要上交罚款 饭店还得停业整顿 后来英国政府觉得呀 发配额的食品还是费劲 干脆呢 就建立了公社食堂 供平民老百姓吃饭 后来丘吉尔贤的名字不好 太左了 就改名叫英国餐厅 后来又眼见得前方吃紧 英国政府就又通过了两项规定 一是禁止顾客去餐馆点超过三道菜 而且只能一道菜是荤菜 第二呢 是每顿饭的餐费禁止超过五仙令 当时一英镑二是先令 一先令十二便是 那也就说呢 你不能超过五先令四分之一英镑的这个钱 那当然那会儿的英镑 是非常值钱的啊 到银行取钱排排半天队 取个三四十英镑的有的是 那那就那就不得了了啊 唯二的例外是炸鱼和薯条可以敞开肚皮吃 是吧 二战前炸鱼和薯条在英国是社会最底层吃的 这时候不管什么阶层了 都开始吃 二战之后呢 成了英国的国菜 跟英国比呢 二战时候的美国牛多了啊 食物呢 从来没有搞过配给 但是呢 政府呢 也提出一些倡议 比如星期二不吃肉啊 具体你看你干不干的就看大家自觉呢 另外呢 这个美国还鼓励大家吃爱国肉啊 什么是爱国肉呢 就是动物的器官啊 比如心肝 脾肺肾 头 耳朵 蹄 这些部位呢 其实就是不好做成军粮的肉啊 一直之间美国大街小巷都吃上猪头了 但是他们的烹饪水平呢 实在不打地 所以二战结束之后呢 这些爱国肉就没有了 讲完了吃饭 那咱再说说这个战时管制最出门的影响 这个影响太大了 因为啊 不管在哪个国家 汽车和汽油都是战略物资 绝对管制 二战都是在英国 老百姓想买车 也得摇号 摇中的概率比现在北京摇号还低 好不容易摇上号买了车 你最好白天开出来 为毛呢 夜里灯火管制 怕德国人来突袭 所以城市里不许开灯 开车上街也不许开灯 结果夜里车祸频出 据说呢 因为当时灯火管制导致的各种事故 每个月死600个英国人 美国呢 在这方面稍微好一点 毕竟不用担心挨炸 所以不用灯火管制 但是呢 美国人开车受限制 时速不能超过35英里 就五多公里 为毛呢 因为橡胶是战略物资 你开车太快了 轮胎磨损 轮胎是橡胶做的 你开慢点呢 能少换几次轮胎 省橡胶 当然你想二战的时候 连美国都这样的 其他国家就更别说了 所以啊 回到咱们开头说的 您可以跟我一样 喜欢看战争史 可千万别喜欢真的战争 一将功成万古哭 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真打起来你是那万古 你不是那一将 就这一个灯火管制 就这一个战时管制 你就受不了 所以呢 咱可千万别盼着打仗 当然了 这次疫情最好呢 也能赶紧过去 希望大家呢 都平平安安的 好 今天呢 关于这个战时管制 咱们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呢 在《循迹讲堂》APP或者YouTube上订阅《循迹慢聊》 谢谢大家